国庆假期临近 结婚的高峰又来了 今天有很多朋友给我们记者打电话 说他们原定在南京戴斯国际酒店举办的婚礼 现在有可能要泡汤 大家都非常着急 看看 今天上午南京戴斯国际酒店大堂 本月29号即将在这里举办婚礼的市民贵先生一家 显得非常着急 他们听说酒店餐饮部被卫生部门查封 六天以后的婚礼有可能无法举办 那我说26号以后是否能保证我29号的婚礼正常进行 他说不敢保证 那我就想了 那我这种大事 我婚庆根据这个厅完全设置的灯光 和所有的设备 然后之前所有的东西全部安排好了 他现在给我六天的时间 你说看婚礼本身就是我是提前一年去订的 那现在给我六天的时间 你叫我怎么改 记者在酒店里看到 客房住宿还是在正常经营 而与餐饮相关的业务都已暂停 酒店方面出具的雨花台区卫生局行政决定书也显示 因为9月9号发生疑似食品安全事故 该酒店餐饮部门被要求 从9月11号开始停业封存15天 重新开业日期无法确定 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这个打 这个要看这个卫生局有什么定义 那卫生局这边给你们是什么时候能看的 它的分条是到26号为止 姚经理解释 之后卫生行政部门会怎么处理 酒店还无法确定 因此对于早就预定的婚礼 也无法给出明确的承诺 对此国庆节期间将举办婚礼的市民都不知所措 经过协商酒店方面表示 争取在9月26号恢复酒店的餐饮服务 如果无法恢复并影响到一些婚礼的举办 他们将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就是一个帮他们去找其他的酒店 肯定要先找下家 然后婚礼当天我们会开车 如果你到我们酒店来不及工资的 我们会接受过去 婚宴的这个可能会产生差价 差价我们会产生了多少差价 我们会进行这个差价的非常 还有就是把所有定义费还过去 我们可以去年轻费 因为我们一起去年轻费 我们两个月份 我们下一次的就要 就需要个评论 我们下一次的